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道理不需要研究那么多 我们一般人在接收到这样的一个话语词的时候 可能很容易被对方给误导 因为过去没有踏入修行的行列 确确实实在起心动念的当下 多半都是谋一己的福利 求一己的好 既然走入修行是要求一个改头换帽 我们就改变自己过去的思维 不再只求个人的一个好 还希望将多余的东西与他人做分享 看似这样的理念 仿佛没有错 但是历经了三十年的一个学习 后学就会永生一个问题 当我们认为学到就是诸恶末座 众善奉行的时候 看似洋洋洒洒 堂而皇之 没有任何的错误 然而 我们真的明白 善跟恶的分野在哪里 每一个人都了解 杀人绝对是十恶不赦的罪行 但是 如果我们不够清楚明白 自己的言行举止 带给别人的感受 然后在日常行为当中 我们常常会言语尖酸 说三道四 带给别人体无完肤的 伤痛的时候 请问你 这个不是恶吗 桃园明圣经里面 观圣帝君讲 舌下有龙泉 杀人不见血 他指的不就是口过吗 又或者是 我们尽管我们在外面 会与人结一些善缘 做了财不失的行为 然后在日常生活 立身处事的时候 我们至今自高 目空一切 我行我素 请问你 这样的行为 它是善的吗 所以在礼记上 他有这么一句话的记载 他说建国居民 教学为先 一个国家要求富强康乐 上位者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不是开发经济的建设 不是谋求百姓财富的增加 而是要教会他们 立身处事之道 能够明辨 善恶 是非 黑白 好坏 唯有这样子 不间断的去引导 国内的百姓 这个国家 才能够在老百姓 有了正确的理念之后 他不会做出 伤害别人的事情 国家才能够逐渐 迈向正轨 那今天你我走在修行的路上 我们所面对的课题 要远比建立一个国家 还要更为艰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求的是 不离三界之苦 我们要的是 能够达本还原 复明你我的本性 那在这样一个艰难 又漫长的旅途上 如果没有足够的毅力 作为我们修行的判断 请问你 盲修瞎恋的结果 自以为是积善之家 最后一切的善行 可能落于偏邪 请问你 你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 一个成果吗 所以佛陀屡次在经本上面 告诉我们 多闻为入道之本 般若为诸佛之母 就是在告诉我们 唯有智慧作为前导 我们一切利人的善 才是真正的大善 能够利人也能够利己 同样的话 在庄子里面 他就讲过 他说 三人行而一人祸 所适者有可置也 或者少也 三个人走在一起 要前往一个共同的方向 里面只有一个人 对方向迷糊 弄不清楚 那么在另外两个人 齐心协力之下 他们还可以安然抵达目的地 因为只有一个人 他弄不清楚而已 但是二人祸 则劳而不治 或者甚也 三个人里面 如果只有一个人清楚 另外两个人 完全弄不清楚方向 那么即便他们费尽千辛万苦 他们也到不了目的地 因为在这个团体当中 迷惑的人太多了 那我们走在修行的路上 在家庭 在职场 在道场 在这么一个末法时期当中 总是排除不了 邪师说法 如恒河沙所带来的一个干扰 如果我们没有不间断的研究道理 透过古德的一个阐述 我们深入三教圣人的精脏 那么三大阿森奇节的修行 就有可能在不经心当中 我们误入歧途 这是后学在今天上课之前 想跟各位前贤 分享的一个小小的心得 我们如果了解了修行的大方向 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之后 那么我们不妨鼓励我们自己 也去鼓励别人 不论我们前半生 我们的生活 它铺成了多少的酸甜苦辣 某某懂懂中 你我的半生岁月已经过了 在后半生 我们走进修行 在真理的熏习 洗涤之下 我们好好把握 那这一生 你就不会留下遗憾 接着请前贤们翻到 讲记的第十四页 进入到经文 未遇令众生 除以舍邪制 起大圣振兴 佛种不断固 马明菩萨 去综合了百部的波罗经典 然后整理出了大圣起信论 他最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 凡有心走入修行的人 都能够舍去自己破误 错误的邪之见 然后对于大圣佛法 起坚定的信心 如果人人都能够行走在菩提道上 那佛法就能够代代的相传下去 我们要看的是经文里面 所讲的邪指两个字 这所谓的邪指 就是我们没有学到之前 任假为真 把这附今母学 合合而成的四大假合之体 当作就是我 然后把那个对境 会起不同心念的意识心 当作是自己的真心 执一切周遭的万法 为时有之境 所以我们舍望 我们舍真求望 就自招轮回之苦 因为我们迷失了自己的本心 所以我们才会有今天生活当中 种种艰难的困境 有待我们去面对 所以学到的第一步 就是破除我直 破除那种我望 然后在我们踏入修行之后 还是有一些人 即便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然后在用功的着手处 却不是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这就有赖我们自己回光返照 自我检点 自己去对号入座 做一个修正的 所以论悦 有法能起摩赫眼信根 事故应说 摩赫眼就是讲大圣佛法 大圣佛法就是唯心法门 唯心法门就是我们常讲的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旨在入心头 即心即佛 是心是佛 所以要求净土 要往自己的内在去寻找 如果你往外面要去找净土 你是找不到的 因为如果我们的心不够干净 我们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带有异样的眼光去看待 那么你所看的都不是真实的一面 所以本来是一真法界 因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由此一心择起了十法界之用 它就呈现出六凡法界 还有四圣法界不同的一个果报 所以我们研究大圣起信论 就是不断地回过头来告诉自己 成佛是他 做魔也是他 他是谁 他就是你自己的那一颗心 你有没有试着要做自己新的主人 如果真的能够唤起自信 当家做主 做我们四肢百害的真主人 这个时候才能够确保在修行的路上 我们不会浪费光阴 虚耗体力 所以能够有这样坚定的信心 那个叫做信根 如果以五十五个位次来讲 信根就是指十性的满心位 满心位就是进入到十柱的初柱 果位叫做虚陀还果 所以过去我们在研究金刚经的时候 不是有提到吗 或见或入圣人流 那个入圣人流就是正入到虚陀还果 而后再来人间学习的时候 那么不会堕落三恶道 而只会步步往上提升 所以你在在处处 从任何一部经典 从任何一个圣人的口中 他所带给我们的启发就是 如果义理你不明白 如果道理你不爱听 你想走修行的路 你想进入到一个圆满的一个境界 那个叫做圆满求鱼啊 终不可能心想事成的 所以说有五分 云和为五 一者因缘分 这个大圣起信论里面 他就分为了五个章节 这五个章节 第一个章节就是因缘分 因缘分也叫做续分 好像看一部电影 他要揭幕了 这是刚开始的时候 佛在讲诸步经典 绝对他有一个当机众 当然小本的阿弥陀经 是佛不带人求 他自己主动宣说的 那至于其他的经典 一定有一个原因的发起 才会激发出 佛在这一场法会上面 讲的这些的内容 所以这个因缘分 每一部经 众生的因缘不同 佛讲述的内容就不同 所以续分也叫做别续 就是各个有各个的一个因缘 第二个就是谈利益分 解释分 修行信心分 因为这个在后面的经文里面 他会解释什么叫做利益 所以后学这边就不先说 然后以我们课本的一个整理 大概在讲迹的16页到101页当中 他就是阐述了利益分 解释分 还有修行信心分 这三份就是大圣起信论的 最主要的精华 也叫做正中分 古德说正中分就如同人的身体 我们的五脏六腑都集结在我们的胸腔当中 如果没有这个胸腔就没有人能够活下去 代表正中分就是一部经最主要的一个主干 最后呢他会谈到劝修利益分 劝修利益分就是在佛经里面常看到的流通分 佛鼓励我们这一部经典 你不要听闻了自己好就可以 应该要想方设法把它流通出去 使未来的任何一个人 他有心走修行的路都因为得蒙法意 而不会蹉跎光阴 那劝修利益分是在大圣讲记的第102页跟103页 他占的篇幅相当的微弱 其实进入到流通分 也就代表这部经典已经解说进入到尾声了 接着我们就来谈 马明菩萨集结了百部的般若经 整理出了大圣起信论 他主要的动机是什么 他初说因缘分 问曰 有何因缘而造此论 答曰 是因缘有八种 这个一问一答 都是马明菩萨 用问答的方式 方便他要解说的内容 很清楚的能够陈列于外 让我们去研读 让我们去了解 这样的一个整理的方式 就很像 原觉经 释迦牟尼佛 跟十几位法身大士 阐述的佛门的异理 也很像大圣金刚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跟文殊菩萨的一问一答 就留下了大圣金刚经 这些都有相同的文体的一个记载 云和围八 他说依着因缘总相 所谓因缘总相 就是虽然动机有八个 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动机 只有一个 那就是 所谓为令众生 离一切苦 得救尽乐 非求世间 名利 恭敬故 马鸣菩萨 整理大圣起信论 只希望 能够让阅读此部 论上的人 都有离苦得乐的机会 我们认为在社会上 做一些志工 与人为善是好事 他确实也是好事 但是 后天的好与坏 他是在相对而立的一个名相 站在佛的角度来看 这人世间最大的善 最大的福 最大的好 是能够帮助别人 离苦得乐 那才是救尽乐 而这种乐的一个萌生 这种福田的一个创造 一定来自于 我们在研究佛法之后 我们透过个人的一个体悟 跟别人分享 把对佛法的一个 唯妙的道理 透过我们的一个简单的阐述 让人能够理解 进而踏入到修行当中 他最后能够与诸佛 丙肩 比肩而游 也就是他正果 所以不要小看 我们只是研究道理 我们自己道理不明白 我们要如何与人家去分享 修行所带来的好处 同样的一些的话语 在金刚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不是多次的做一个比较吗 他就提过 如果你能够将金刚经里面的四句记与人分享 那所得的福远胜于你用三千大千世界的珠宝供养众生 还要来得大 那么我们能给人的物质上的东西是有限的 时间上的区分也是有限的 你不是一天24小时都在与人为善 你不是舍掉了你的所有在与人广结善缘 我们都还有所保留的 我们给人的是有限的 但是只有佛法 你可以毫不保留的 完完全全的将佛的慈心传达给有需要的人 那一旦我们做了诸佛的同路人的时候 各位前写 在修行的路上 你就能够一帆风顺 因为佛佑他的志同道合的人 所以与其往外面求神保佑 不如往内自求多福 所以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求世间法其实都是家法 从小学 国中高中大学 然后要不间断的往更高深的学问去求 求得了博士 你还要数年再缴出一分新的心得 所以世间法的东西是越多越好 这个叫做唯学日益 学的是后天的东西 然而初世间法是减法 唯到欲损 透过圣人言教的启发 我们减损自己的欲望 我们淡化自己的七情六欲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 当所有的无名进化完毕之后 本来面目才能献钱 所以有人学佛 是为了让自己改变命运 他还是在谋一己之好 他没有不好 然后马明菩萨 他整理这本论葬 他求的是世间所有众生 都能够离苦得乐 他并不想借由这一本论葬的流传 而去博得人世间的明文力 这样的一个坦然的精神 正是我们所有学到的人 你踏出修行的第一步 我们要建立的正确的观念 谈到总相 他的意思是什么 大制度论里面有提到 一切法有二种相 总相跟别相 一切法就是万法 万法就是包括了色法跟心法 如果用心经来讲 他就是五蕴 那一切万法里面 他有两种相 总相就是 一切法共同所存在的一个特色 那叫做诸法无我 诸法无常 一切有为法 缘起则有 缘面则无 缘起信空的意思 但是色法跟心法不一样 然后在色法当中 他又有不同的相貌 心法也是如此 心法谈的是精神的一个状态 我们有喜怒哀乐 不同的一个感想 那色法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水 他有失信 火会带来温暖 大地是坚硬的 所以一切万法都没有离开 总相跟别相 我们以人来做一个比例 我们讲黑人的时候 我们浮起的是他的肤色 但是人不是只有黑人而已 我们还有各种不同国度的人 不同的颜色 共同的一个状态 就叫做总相 黑只是他的别相 他的地缘关系 所造就出来的不同的相貌 如此而已 所以二者 未遇解释如来 根本之意 令诸众生 正解不谬故 透过大圣起信论 希望每一个学教学到的人 都能够去了解 什么叫做如来 大圣起信论 他阐述的是大圣佛法 大圣佛法 他就是要去奸善天下的 所以透过这一本论葬的解说 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 不要去模糊了自己的方向 到最后变成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的自了汉 所以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如来 如来的真正的意思 就是你我所聚的那一颗的真心 佛有此做 摩也由此而生 所以我们如何在学习的过程 去除我们无始节以来 无名的染污 复明我们的本性 都是在这一颗心上面 去大做文章 所以修道一定是往内关心的 修道绝对没有教我们耳听八方 眼观四方 因为你求的是自己的一个成就 你看别人没有用 别人不过就是我们的镜子 善者无知识 不善者无知资 终究是借由外境的一个启发 回过头来 来修整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的罪过错 所以佛讲了八万四千的法门 不论讲大圣佛法 还是二圣行者所修的小圣佛法 他都标明了一个方向 叫做心外无佛 所以始法界当中 只有佛可以称为如来 如来也是佛的圣号 原因为何 原因就是 如的本意 含的是本体 不动不灭 圣不增 繁不解 不论在任何的情境当中 他不会随境流转 来则是来去随缘 在境界当中 会随外在的境界 他起一个阵用 二者何为一 叫做如来 那我们了解众生 接据了这一颗真心 为什么你我不能称为如来 现在我们是落在六凡法界 我们看看自己 你我是来而不如啊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总是很容易 随着我们所处的一个空间 受外在的境界风的一个吹动 我们的心随静转 所谓见色被色动 纹身被伸转 这颗心会随着境界的变化 他喜怒无常 所谓来而不如 他来去随缘 随的是境界缘 起的是恶用 他的真如自信 完全不能发号私利 这个叫做来而不如 那恶圣行者 虽然走进修行的路 也不可称为如来 因为他们如而不来 他们透过一个勤苦的心修行 他们扫除了对于三界的一个贪恋 六根对应这个六成的时候 不再有任何的起心动念 那问题就出在这里 他虽然解决了三界的分段生死 可是他们错解了佛意 将自己所证的有余涅槃 当作是最后的究竟的一个目的地 所以他们离开了三界的六道轮回 他们就安住在化成里面 他不能够随缘起大用 成空守己 这个化成两个字 是出自法华经里面 佛陀在引导小圣修行者 要回小象大的时候 他所用的一个名项 小圣修行者法直未破 认为世间有生死 然后相对的也有涅槃之乐 所以好不容易解决了生死之苦 当然会陷溺在涅槃的常乐我境里面 而乐不思蜀 于是他就不肯来人世间去度化终生 我既出离了 我何必要再来 所以他虽然已经振入到真如 开启了一切志 却不能将真如里面本具的万善美德行诸以外 所以二圣行者 虽称为应供 但是不可称为如来 那么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解说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去对于诸佛兴起无畏的尽心 那个尊敬心 我们想去学法它 因为实法界当中 只有佛法界一如一来 他们历经三大阿僧奇节的修行 已经正真地打本还原 他们回过头来 看到自己因地所发的大愿 到今天终于有足够的能力 将累劫的誓愿付诸于实行 所以立刻从涅槃的清静的境界当中 又倒装降世来到人世间 来到人世间以后 不被世间的境界风所触动 看众生的因缘成熟了 他就会随缘去度众的 所以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故事 虽然降生为王子 是未来的国王 他却能够抛家舍业 进入雪山修道 菩提树下悟道 开启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度众的辛苦路程 我们看到孔夫子孟夫子 各教的圣人 都有相同的一个视线 但是要值得注意的是 这边所讲的如来 他是讲应生如来 应生如来就是我们说 当以和生得度极限和生 而为说法的那个硬化生 二圣跟凡夫都可以看到 那个有相的如来 那如果谈法生如来呢 谈的是清静法生 清静法生离相片一切处 他就没有办法让任何人看得到了 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 若有人言 如来者若来若去若坐若卧 世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 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 顾名如来 所以这边所讲的如来 叫做法生如来 这次我们要去弄清楚 那法生如来 他也会视线圆满报生 然而圆满报生就不是给小圣行者看的 他是给立根气的登地菩萨 他所看的 他视线的那个像 就会讲对的那个像 他所讲的一些圣身的法义 当然有一些三贤位的众生 他的根气也立 道理也明白 只是修行还不达到那个位 不达登地的时候 佛陀也会视线圆满报生 为他讲经说法 而你我一般所见的 就是应生如来 就很像两千多年前 印度西达多太子 所视线的佛陀一样 所以三者 为令善根成熟众生 于摩合言法 勘认不退信部 善根成熟指的就是 实信为满心的人 他对于大圣佛法 起坚定的信心 他再也不会退转到 小圣的修行 不会做一个自了汉 他是勇于取法诸佛如来的精神 在他累结的修行当中 都朝着大圣的方向去迈进 所以我们献上这么多的前嫌 您能够在求道之后 对于修行起坚定的信心 没有任何的怀疑 又能够依着诸佛各教圣人 所说的安于听闻佛法 净化自己 您就是踏出了大圣佛法 最正确的第一步 那可想而知 只要有足够的恒心 毅力 那么在未来的三大阿僧 奇节的修行之后 您教出的 就是您现在所期待的 那一张成绩单 我们复兴了 我们复兴之后 也能够像十方如来一样 畅怨再来 来度化众生 这是谈到 马明菩萨 整理大圣起信论的 第三个动机 那我们补充了一份资料 这一份资料 其实在《人言经》里面 它就讲得很清楚 所谓的实性位 就是信心 念心 精进心 会心 定心 不退心 戒心 怨心 护法心 回向心 这十颗心 十种心 不能讲十颗 它就代表我们在修行的路上 我们的进展如何 那每一种心的念头 就如它的文字所讲 是如此的简单易明 后学就不再多说 我只补充 什么叫做念心 念心就是 二六十中 须于不离道的意思 我记着我自己是一个学到的人 我知道我现在正在走修行的路 这个叫做念心 不论在任何一个时间空间里面 没有忘掉自己的身份 这就是实性位的念心 所以谈实性位 前邪们千万不要起那种粗浅的认识 我对道有信心 我就已经进入实性位 不对 你还要具足什么 精进心 还要能够听闻道理 开展自己的智慧 还要能够渐渐锻炼自己 对境不随境流转的那颗定心 然后我对道的一个坚定的认识 我的修行绝对不会往后退转 这些都在实性位里面 我们要逐次圆满的 圆满之后我们才有机会进入到初注 每一个位次里面 实性 实注 实行 实回向 都有入 注 中 这三个不同的分界 所谓的入就是我刚踏入初性位的时候 中就涵盖了所谓的最后的第十性 就是回向性 那中间的从念心到所谓的护法心 这一个阶段叫做注 也就是我们在培养自己对佛法的信心当中 你要分这十个位次 它的区分的间隔 后学也告诉各位前显 我们既然要营救佛法 对佛法的名相 总要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吗 四者 为令善根为少众生 修习信心固 这个善根为少 就是指实性的助行为 从第二性到第九性的人 他们对于佛法的信心不够 对于修行的毅力也不够 所以很容易受外面境界风的吹动 他就三心二意了 他就带动了自己修行的这一条路 这个叫做善根为少 那么前显你就反过来问你自己 在我们学到的十年二十年 乃至于三十年四十年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路走来 我们的信心有足够吗 你说有 我现在的信心跟当初求到的信心一样 圆圆满满毫不欠缺 这是值得恭喜的 那接着要问 在这个当中 我们的戒呢 我们的愿呢 我们对于大道的一个维护的那颗心呢 我们有在吗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 我们还会说三道四 当我们碰到一件事 不太圆满 不如己意的时候 我们的心还会怠惰 各位前显 这个都叫做信心为首 您还是位在实信位的初信而已 我刚踏入这个道场 所以当我们在道场里面 同修道办 有了一些纷争 而我们不懂得退让 我们无法去原谅 去包容各位前显 就要回过头来叮咛自己 我是善根为少的众生了 我还有努力 有必要去继续加强 那所谓的有肉善 他谈的就是 有一些人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他的修行不干净 他是寄望透过修行 得到一些现实生活的满足 也就是有贪爱之心 我财不失得富贵 法不失得聪明 无畏失得健康 这是刚刚开始走到场 给我们的一个方便的引导 但是你把方便当作是真实 念念不忘 得富贵 得聪明 得健康 这个就叫做有肉善 你有贪爱之心 你贪爱人世间的 这些种种点点 那么你就离不开 这个地球孙 所带来的一个诱惑力 所以善根为少 指的就是这两方面学到的人 第五者 为事方便 消恶业障 善护其心 远离吃慢 出邪罔顾 方便就是因才施教的 另外一种说法 那第五的 这个里面所阐述的 马明菩萨 想要帮助他的修行的众生 他应该就是实信位 第一个位次 叫做初信 刚刚踏入道场 刚刚蒙起信心 刚刚建立学到的一个什么 一个信念 那这个时候 虽然有这么一个好的姻缘 自己也有善根 可以走入修行 但是过去生 造作了很多罪过错 所以一旦发心向道 那些恶因缘 就会排山倒海 迎面而来 阻碍我们的前景 所以义理不够充实的前提之下 很容易就 退出修行的行列 那在大圣起信论里面 马明菩萨 也为这样的 善根为弱的众生 讲了佛陀给我们的一些的道理 方便我们去消缘解业 那这些的道理就是 礼佛 忏悔 持戒 诵经 再艰难的一个考验 都不要忘记 凡事必有前因 如果没有过去生的造作 就没有今生因缘际会 所带来的一个苦骨 所以当遇到逆境的一个打击的时候 不要只有埋怨 而是要能够回过头来 剪点自己 那已经成为历史 我该如何去消缘解业 诵经 不论有钱没钱 以诵经 以一颗真诚心 将我们所诵经的功德 回向给十方法界 它就能够让我们修行的路上 倍感轻松 慢慢摆脱那些邪之剑 所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如果在现实生活里面 现在是六万多年的一个大清算 无论年轻的年长的 富的平的聪明的愚笨的 总会在业力的追讨之下 我们的肉体会蒙受一些痛苦 在我们生病的时候 所带来的启示是什么 我们应该马上要能够有一个警觉性 身为苦本 我们有这个色身 我们才会有重苦所及的烦恼缠绕 然后这个色身的由来 是源自于我有欲求之心 我贪情 我贪爱 我贪明 我贪力 所以才会有这四大甲合肢体的一个呈现 所以现在受苦了 明白了 对于色身起 艳离之心 我们才能够在修行的路上 不被这些病痛的苦 而耽误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如果病很重了 也不要惶恐 我们发愿往生迷乐净土 所以在过去的经典 研读的过程里面 后学就不难发觉 其实佛陀屡次告诉我们 在遇到病痛缠绕的时候 要以苦为师 藉由这样外在环境的打击 反而加速我们 要脱离三界六道的那个坚定的信心 所以以病为药 诉求出离 所以从这一段经文 我们就可以理解 逆境是磨炼人的最高学福 王凤与言行录里面也说 天家福是逆来的 这些天因为只有在日本会圣道场 所以所处的环境相当的单纯 进来的都是道情 我们也没有其他额外的所谓的人事物要去对应 就比较有多余的空间 时间我们去谈一些修行的观念 后学就跟随行的前贤们讲 如果你没有将佛陀圣人所讲的话 在生活当中去做一个配合 你就永远不可能 对于佛法起坚定的信心 后学自己本身曾经将圣人所说的话语 在关键的时候去用出来 当时那条路走得有一点点辛苦 但是经过五年十年 甚至几个月你回过头来去看 那都是上天给你改变命运的一个天赐的良机 所以不要畏惧逆境 不要在逆境迎面而来的时候 只顾着自怨自爱 却忽略了这一个境界 是来帮助我们萃取真心 所以时时刻刻保持这样的观念 那不就是实性位的念心性的吗 所以印光大师也在讲 念佛人有病当一心待死 若事受未尽则能夙欲 不要被一心待死四个字给吓得仓皇失措 他是告诉我们 当我们全心全意的认为自己已经没有明天了 你反而更能够掌握你当下所有的时间 全心全意的放空自己 你念佛义佛 你全身上下只有一句佛号在那边抱持着 他反而最容易消夜 那如果阳寿未尽 就因为全心的念佛 反而会让我们的病体尽速的康复 可是如果我们已经病入膏肓了 医生说我们没救了 我们只是在惶恐当中 还要再求其他医药的救助 我们忘记的作为一个修行人 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境的时候 应该有的正确的举措是什么 我们就白白荒废的时间 我们就让自己的色身蒙受了更多 本不该有的一些痛苦 那你想要借助医药来救自己的身体 阎王要人三斤死 谁人留你到五斤 你也不见得能好 不是不见得能好 是绝对不能好 又因为自己放不下 所以最后的一念 你是停留在人世间的恋恋不舍当中 这样的一个念头 你能够蒙佛庇佑往生净土吗 所以诸佛如来是慈悲的 才会广在十方 佛国当中建立净土 他有心接引我们 而我们自己有那个心要去吗 这都是我们在很多现在面临的病痛的课题的时候 后学提供给各位前贤分享的一个心得 第六者 为是修习止观 对治凡夫 恶圣心过故 大圣起信论里面 教我们透过三系六出的一个观照 然后在因地用止观的方法 来灭除我们的人心 让我们能够达本还原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凡夫在人世间 之所以会张家男李家女 投出投没轮转不息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执 我们贪恋世间的五欲 财色明十岁 我们对这些东西舍不得 我们寄望这些东西所带来给自己的一个快乐 你有这样的执着 你浊气只有下降 你凭什么能力 能够亲戚上升 往生佛国净土呢 所以我们要告诉自己 人世间所有的乐 都是短暂的 它是情绪上一个作用 它是外在环境 所带来的感官的刺激 所激发的一个幻象 当事过境迁的时候 你的苦与乐也不见了 会变的都不是真的 而世间所谓的苦跟乐 它是在一个比较当中 所萌生的一个产物 它是相对而立的 相对于昨天 我睡觉三个小时 今天我能睡五个小时 这叫做乐 相较于明天 我有八个小时 可以自我挥霍的时间 我今天的五个小时 只叫做什么 只叫做苦 所以人世间的苦乐 是在相对应比较之下 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它就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了 你比较的对象不一样 基数不一样 它结果就不一样 它会变的都不是真的 所以 诸佛如来 了解众生在六道轮回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指 所以他教我们指 教我们破除我们贪恋人世间的这种不正确的观念 什么叫做指 指就是放下 放下对五欲六成的一个追求 放下对色身的一个什么 一个执着 那二圣的行者 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早就不执着四大假和之体是真我 虽然我指已经去了 但是 法指未破 还认为心外有一个净土可寻可依啊 所以他只有一个自立的定 他在跟城相遇的时候 不受三界五欲六成的诱惑 他就不堕落 然后他没有杜众生的会 因为他未去 大学里面不是有一句话吗 心身有所畏惧不得其政啊 你但凡有情绪的一个作用 你就没有办法激发本有的妙智慧 让我们去杜众 所以二圣行者 他就欠缺杜众的一个妙智慧 佛陀就教他要修观 修观就是要告诉他 你的观念是错误的 因错误的观念 所带来的狭隘的心态 要去做一个扫除的 那你我是修大圣菩萨道 万丈高楼也是逐步逐步 一层一层建立的 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也是要从小圣的实性 实住实行当中 慢慢趋向于大圣菩萨道的 你也不能拉等啊 所以直与观 是所有在阴地修大圣佛法门的人 你必须具备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还要长养的一个修道的能力啊 综合这两点 我们来将指观做一个解说跟定义 指就是奢摩他 先止息自己的妄念 你对境不动念了 境界与你不相干了 自然就泰山奔于前而色不改 这个叫做定 你心不遂静转了嘛 你外离一切境界相 请问你 你还有什么贪可言呢 就没有了嘛 你就能够见次复原 你内心里面的那种清净无染 你在一切境界风里面 你旁若无物 你的心就够干净 这个叫做指 所以指是教我们舍欲 教我们离念的 它就是三宝心法的第二宝 观 范语称为皮婆舍纳 观是往内观 不要往外看 透过三部离研究各教圣人经典 我们有足够的智慧 来观察周遭的一切的人事物 然后透过人事物的启发 往里面看我们自己心态的一个变化 我们如果逐步的理解到 这个四大是虚妄的 对境而起的那一颗心 意识心也是虚妄的 进转心就转 刹挪的生命 没有一分一秒是能够留住不动的 所以当我们明白了以后 你就因为看破 你放的会更多 所以放下看破 看破放下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 何者为先何者为后 没有一定的次第的 但是总知道 我的心如果不够干净 我的妄念如果澎湃不息 你是没有能力去内观的 所以进入到第一宝之前 一定要有二宝跟三宝的一个辅助 也就是持戒 然后能够透过五字真言的运转 我们离开妄念的一个缠绕 然后心平契合之后 才经由第一宝往里面去观 所以定功是从修止而来 不是你坐在那个地方 四平八稳 伸不动 你就能止 因为会让你动的 不是你的四肢百害 是我们的心念 所以修止的人 以取静为行 以极尽清安为相 什么叫做取静 修道人 他对于任何一个境界 他不排斥 热闹也好 安静也好 都能够入境随俗 可是对于自己本身而言 他能够乐于取静 在永家大师正道歌里面 不是有一句话 常读行常读步 打者同游涅槃路 在师尊谈道路里面 天然师尊不也告诉我们 修道人一定要懂得 在一些的境界风吹动的时候 要让自己的心去沉淀吗 这个沉淀的作用就叫做取静 所以当我们这个行为 这个修养越高的时候 你就能够献那个清安之相 那个叫极尽清安 极尽清安就是你对于周遭的功名 富贵名闻利养 你不再投以光爱的眼神了 这个就是定功所带来的好处 会从修观而来 我观世间一切万法 都是虚幻不实的 然后唯一真实存在的意底就是 一切有情众生 与我来处是一样 行书体不书 所以我自己明白了 我看破了 我还要去帮助这些在苦海当中 沉淪的兄弟姐妹们 希望他们离苦得乐 所以会观最后带来的一个答案 就是让我们激发出 我们对于大众的一个悲悯心 你有悲悯心就代表你的信德 已经往外开发出来 信德里面的最基本的特质 叫做爱人之心 敬人之心 你自自然然就能够普行恭敬 你自自然然在所有的人当中 你不起分别 你不会因为对方的好恶 而去增添了你自己 对他救度与否 帮助与否的那种信念 不会 不会因为外境 而让自己的悲心 有入任何的一个减损 所以慈悲喜舍 似无量心从哪里来 从你在因地修止观 才能够渐渐开发而来 那这一堂课 先跟各位前贤分享到这里 下堂课我们再继续 感谢天然师德 谢谢各位前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